大家午安,大家好 現在的女人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有人... 尤其是女孩子 有的人是生為人妻了 然後生了小孩 但她還是職業婦女 還有工作 工作、家庭兩頭燒 再來呢,怎麼樣保持住自己的外星 因為你吃人頭了 還有一點結婚 也不能說都不打扮 很辛苦 女人真的很難耶 不過呢 就不要說是一般的人 其實就像藝人 也都... 你知道那種狗仔拍照 三不五時 可能在我最放鬆的時候 拍一張 三層肉跑出來 要不然就是下巴掉了 要不然就是大腿在那邊肥肉 這就是女人覺得很難剪的地方 不過呢 其實不是說只有我們 現在很多男男女女 都會有這樣的困擾 今天我們請到特別來賓 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是怎麼保養 還是說有什麼樣的祕訣 大家就可以做一個參考了 好,首先來歡迎這位 其實我也覺得他保養得很好 都沒碰過了 王立援 王立援 大家好 你好 好,另外這位就非常專業 有什麼新的東西 跟他這裡都知道 他很透明 他可以告訴我們很新很流行的資訊 就是李明川老師 大家好,我是李明川 好,另外這位呢 就是人妻了 可是我覺得他身材算也不錯了 但是他還是覺得不滿足 那就是... 童雅 你好 另外這一位呢 就稍微有一點Q彈一點了 但我覺得 其實有些男人會滿喜歡 但女人總覺得不滿足 那就是 力量 很好 好像這個力量 很好 那請問一下 你有什麼保養方法呢,立援 我覺得 因為像有的時候 工作很忙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持續的運動 可是那是真的是錯誤的 人再怎麼忙 一定都要運動 因為運動才會讓身體更健康 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 我覺得你除了運動之外 你要吃對東西 你東西吃不對 你沒有去注意吃的話 你真的就是都會走樣 因為我 而且我的走樣是讓大家說 王立仁,你怎麼胖成這樣 你看過你很胖 有,立仁有一陣子 肉肉的 我都說原來懷孕了 還就是說 什麼時候有好事跟大家分享 對 那時候老師一直說 他傳情形的說 你什麼時候結婚啦 對,我可以贊助你 以服溫紗 對,因為那時候我就是發福 可是我發福是因為在 我覺得水腫 因為飲食不對 然後也沒有真正的 持續的運動 所以我整個身體的 抵抗力下降 然後全部代謝都亂掉了 所以就是你曾經也是 這樣子困擾、胖過 對 就是說 你不滿意的地方是哪裡 我是容易 所以我是... 我變成 對,因為你看 我現在這樣子 感覺就是還滿平均的 對啊 那其實我有注意 我在吃什麼 而且我有運動 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只要飲食一注重 你很多東西也都會變好了 而且坐姿啊 什麼穿的衣服 也都非常的重要 是哦 但是確實 因為台灣女生 很多人都離行身材 都是因為譬如說 因為現在大家吃的 大家冰鹹、冰飽 然後麻辣鍋、冰飽 心情不好的吃點蛋糕 對 對不對 對 台灣的名產就是搖叉墊 各種手搖引 有沒有 這些都會讓下半身 容易被拖垮 對 好 那童鴨呢 我最不滿意自己就是 肚子 就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生完了 然後生完小孩之後 我覺得總是有五公斤回不去 可是那個五公斤 不是只有在肚子 而是包含像是後背肉的地方 還有就是手臂 像以前手臂可能很瘦 然後尤其這個地方是完全不會 像現在有肉肉的感覺 而且整個身體就覺得是 從背後看過去是快的 可是我就覺得說 我其實已經很努力 盡量吃比較健康 像青菜或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還是沒有辦法 像以前一樣耶 尤其很難受的地方 就突然肉變很多 我就覺得好貪心哦 我是這樣肉眼看 我就覺得你... 還可以啦 還好啊 對,可是生完小孩 對,而且生完小孩這樣我覺得 降精算是很棒 可是我覺得重點是 就是體態 整個型的體態不一樣 沒有 你知道女人很多都是生完孩子 不是體態不一樣 是 是 可能 心態 可能 然後就開始覺得說 我這個一定是抱小孩 我這一定會生孩子 我這一定會是怎樣 所以是心態 不一樣的 對 有可能真的是這樣子 那你是生了幾個 我生了一個 我生一個 對 力量 力量呢 我生兩個 生兩個 對 生兩個 其實你穿深色不注意看 都覺得還好 就待會兒怕才要穿深色 對 那你的困擾是 手臂跟肚子 抱小孩嘛 對 生他... 生他... 生他很重 但確實啦 你看 像我今天有準備這個 就是一般女性 他對於身材的不滿意 比如說第一個 像手臂是大家最常 尤其台灣女生 你看所有的那個 蝴蝶袖的服裝 已經沒有季節性的問題 對 對 每一季都有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臀部 臀部 這都大概百分之十而已哦 大腿 這些就是我常講的 那個蝴蝶袖的衣服 還有長板衣 永不敗 就是永遠都會有 因為大家都很在意 再來就是小腹 小腹它的趴數是很高 對啊 兩十八耶 要十趴 真的 我跟你說 不要說你生一個 有小腹百度湯 沒有生的人 也很容易有那個百度湯 真的 那尤其是現代人 很多的年輕妹妹或什麼 流行穿的 我老實就知道 都穿那個低腰的褲子 對 那上面就擠一塊肉 更... 對 就更可怕 還有啦 就是現在的女生 很容易 站沒有站向 坐沒有坐向 坐沒有坐向 對 所以 所以你知道什麼東西都會... 你知道人是活的 你如果一直這樣子有沒有 你肉就會往那邊去 你一直貼在沙巴上 它的肉就會往這邊去 對啊 我們看你都怎麼樣 你說你都吃什麼 怎麼保養 對,其實像我那時候就是這樣 因為就是衣服就穿得太鬆 然後就是內搭褲都鬆緊褲 所以你怎麼吃你都會覺得 太放鬆了 對 然後吃的東西那時候 就是 然後就是對身體不好 後來我就發現說 我真的是太胖了 我真的是太水腫了啦 那我這樣子的身體 這樣下去都也... 沒有說年紀也沒很大 可是都被人家誤以為說很老了 然後就體態不好 老師一直說你什麼時候結婚 大家都覺得我退出演藝圈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很注重 吃的東西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吃得比較健康 其實也會帶給你更好的身材 然後身體裡健康 你做什麼事情都輕便多了 像我後來 我就會選擇多吃一些雞胸肉 因為雞胸肉它的油脂比較低 然後就是在國外 其實大家都會去算卡洛利的話 就是都會用雞胸肉來代替 對 然後再加上豆腐也是 它們這兩個都是 然後高蛋白質的東西就是 你吃了會有飽足感 然後它其實也不會像 有一些米飯的時候吃了會卡在這邊 它們會消化得比較快 蔬菜非常的重要 像女生常常會就是腹部這一塊 對,它整個是凸出來 因為就是沒有辦法去變變嘛 因為很多人那個肚子裡 除了什麼胃凸、水腫 還有成年老鞭 真的嗎 對 你就卡在那邊 因為你沒有纖維的話 讓它蠕動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好好的代謝 對 即使你有時候很想要上廁所 可是你在那邊坐很久 都覺得... 都摁不出來 那很難過 所以蔬菜非常的重要 纖維非常的重要 然後像番薯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代替米飯 因為它就是有飽足感 然後它澱粉的關係 所以它吃了之後 它比較不會說囤積在那邊 它會讓你消化比較快 所以有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用這些東西來代替 讓大家都知道燕麥 我媽媽每天都在吃燕麥 因為它會降低你的血糖 所以就是在年紀到的時候 你吃得太營養、太好 其實會有負擔 燕麥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很好的地方 也是它可以幫助你皮膚代謝 所以讓皮膚就是看起來更好 然後就是防止一些痘痘的產生 穿那個低腰牛仔褲 對 我跟你講 如果不要讓這裡 這一塊肉擠出來 其實要用一點小小的心機 這個老師就可以教我們 真的 這個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雖然說 大家都知道保持身材很辛苦 對 但是我的人生主旨又是 吃好、睡好、穿好 對 因為吃好 你心情就會好 對 你睡好、皮膚會好 對 但穿好是什麼概念 就是你學會怎麼穿 對 你可以比別人多吃一點點沒有關係 因為你知道女明星嘛 大家都有心機小物 這一款我覺得是革命性商品了 好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女明星在穿這個 跟我說這個有多厲害的時候 我覺得不可思議 它是 它好像很薄 你看它可以收這麼小 意思是說它的這個所謂布料 跟裡面是完全沒有那些 鋼鐵人的東西 因為傳統 像我這邊有帶一件傳統的 是啦 這個是真的 通常這個一拿出來 大家會先 真的壞掉 太厚了 對不對 雖然說穿在裡面沒有人看到 但不好看 心情就會不好 對啊 但這個就是像這邊是有那個 你看這邊有拉鍊 好硬哦 拉鍊 然後拉鍊裡面還有鉤子 這種是傳統式 其實是大家普遍比較穿不住 對 現在像這種新的 新的這種塑身衣 我覺得第一個 我覺得 第一個你可以摸的布料 很薄 很透氣 很薄 看起來就很薄 對 對 你光肉眼看都知道它很薄 因為其實說實在話 真的 穿得住才能夠真正幫助你 保持住你的身材 真的 不然你想想看 你穿不住 穿一個小時就把它脫掉 你就只有那一個小時 再保持有比較大 就沒有意義了 對啊 像這個 我覺得一般當然六到八小時 一天來穿 然後它在一些局部的重點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 看不到 有個三角 就是那個模特兒那邊也是 對,它的... 我們的胃的位置 它有一個黃金三角的一個設計 這個三角設計比較特別 是因為它用三項 所謂三個方向 去把你的凸出來的肉 往旁邊往上面 再壓平你的胃凸 你知道往上面的意思 這個三項分壓就是 往上面把你的胸部堆上來 往側邊 而且它這是一體成型的設計 就是從腰這個位置 往下一路到屁股的地方 所以當你往旁邊推的時候 把你的旁邊的肉往後推 所以它就可以解決 比如說腰腹的問題 然後中斷這個所謂小腹的問題 真的耶 我一直... 你在講我就在注意 對 那個胃凸跟那個... 我跟你講 倒在下面一點點這一塊 是真的是很難耶 最難的 但是我相信它會... 絕對會改善 然後還有一個 比如說像它 同樣在我們的背後這個位置 腰臀這個地方 它有個開口 可以讓你腰背這個地方 不會那麼的不舒服 透氣性 在這裡啦 對,在後背這個地方 後背 來,我這樣給大家看 上面 它這邊也有 然後它這邊也有 那這裡就是讓你的... 就是說你的底褲可以穿在外面 你上洗手間 其實就不用整件推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方便 其實在你選擇一件 不管塑身衣或服裝一樣 我們常常講剪裁很重要 這個剪裁 除了剛剛所說的那些 特殊的設計之外 我可以翻給大家看 我翻到前面來 我覺得它這個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剪裁 是真正讓我們身體變舒服 比如說你看它胸口的地方 的剪接線 它的那個弧形 它就是讓我們的胸部這個地方 你看它這個弧形 包括雕塑上來的位置 它是順著一個拋護線的方式 所以它會讓你的胸型 自然的呈現出來 那這樣不用穿內衣還是可以穿 其實我是覺得可以不用穿耶 那這樣子... 不用刻意 好 然後我會覺得 像我這樣看 因為它是穿到大腿這個地方 對 我會覺得大腿底下那一塊很重要 因為有的會穿很厚 是很不舒服 我覺得它還算順 還算薄 而且它的彈性其實滿好的 有的人穿 雖然它是高單 高兩百八十單的布料 所以它的雕塑力還是很好 而且其實美鳳姐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過去我們看到很多塑身衣 其實它都是到大腿的一半 對 你看它這個是拉長到你的膝蓋的位置 所以從大腿的根部一路到... 因為東方人很多女生 你正面看覺得腿不粗 不粗 那是因為很多東方人女生的腿 是粗上面這裡 就是外面這一片 所以它這個整個鼓起來 你把它整個包覆起來 讓它變得更加的均勻 它會讓你的腿型看起來更漂亮 而且除了像這種全身性的 其實局部性像這一件 你不要看它以為是顯示器 它其實也是一件塑身背心耶 它是一個長版的 你看它裡面很可愛哦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圖案 那這一個不是褲子耶 它是到我們的... 大家其實女生最在意就是 你知道腰腹那裡 其他的腰腹都還可以 它特別針對我們 胃部的地方來做修飾 然後這個裡面是... 一樣是很好的彈性 然後它有素色 也有這種條紋的 然後甚至還有這種蕾絲的 這可以直接外穿 可以直接外穿 這可以直接外穿 就是加個西裝外套 加個針織的小外套 所以寬版的 它是針對我們的腹部的地方 來特別再做加壓的一些處理 讓你的腹部可以有 更好的一個修飾性 如果是我的話 我的話我會選擇那種全身 因為我為什麼要在全身這樣子 修飾我的身體 因為我就可以穿緊身的 對 我就可以穿那個緊的 低腰的褲 也不用怕它那個 都出來 要我會選 這種其實是滿適合穿洋裝的 那這個就是可能... 我覺得像穿這樣的 外面最好都穿緊身的 真的 還有那個... 對啊 而且現在流行很多洋裝 它其實是非常合身 可是女生就會肚子 這樣都出來一些 這個就還滿適合 所以穿上這個 然後再穿緊身 整個是就會休息得很好 對 還有另外一個 它是細肩帶的 然後它是... 來,我從背面看好了 它是側邊的 腰間肉的 特別針對腰間肉的 所以它會把曲線 可以做得更漂亮 腰間肉的 就是邊邊這裡 最快 邊邊這裡 所以就是看每個人 局部問題去做調整 你就知道我們平常 幫女藝人做這麼多造型 都是要用這些心機的 對啊 好,我們說了那麼多了 我們就請兩位媽媽 你們所擔心的身形 這樣了 現在你們穿這樣 可不可以站起來 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你還好 我覺得你可以不用試吧 你覺得穿起來會有差嗎 會吧 因為我這裡會耶 其實仔細看還是有一些 我覺得那個力量 可能效果會比較明顯 你手打開 來,我們現在看你 因為你可以彎腰看自己 你就知道真的有三張 有啊 好 你這樣打開之後 我們看看你現在這樣 然後穿了之後 會是有什麼樣的 很大的變化 好的 換好了耶 好像真的不一樣對不對 是啊 現在真的是曲線畢露了 再站起來 我們看一下好嗎 好 你看力量 那個腰臀 刀出來了 然後側邊的肉肉也不見了 是 對不對 對 最主要是小腹真的有感覺 對 其實那個小腹會平 真的就跟這個特別的一個設計 它是一個三角形狀 然後裡面有五片這個 所謂織布 把你這個地方平腹做下去 然後還有我剛剛講的 三項的一個所謂把你的肉往上推 往兩邊推 讓你的這個腰整個都縮進來 其實我們童亞穿這樣 其實比較不明顯 因為你的裙擺是散狀 不過呢 穿這樣有時候對我們身形 也是有幫助的 有 其實因為大家可能在畫面上 剛剛都看不太出來 就是我大概知道童亞在意 自己身形的問題在哪兒 其實是這一塊 因為它剛剛我這個角度看 這一塊很明顯 但是它有錄出來 這一整塊都不見了 真的哦 就平坦了 對啊 是 而且除了像這種 像我剛剛講 這種全身式的 或者是背心式的 這種長板上衣的一個形態之外 其實像冬天 大家會穿短裙加穿 像這個穿穿式的 有點像穿穿 但其實它是一個縮腿襪 它像褲襪 對,像褲襪 你看它的臀型這個地方 它也有做一個收縮 然後最重要是這個位置 大腿根部的地方 這個地方 它其實也利用到一個 所謂織法的一個變化 讓你這個地方 大腿根部的肉整個壓平 你知道嗎 很多女生其實最麻煩 就是你剛說的那兩塊 這個 對,最困擾的 而且我覺得最好的是 因為大家都很害怕 其實心理狀態 都怕人家知道我穿硕身衣 硕身褲 所以像這種設計簡單 然後你可以直接外搭 你平常的衣服 像這個襪子 它有好多顏色 像這種單色的 像今年秋冬藍色一定要有 藍色 是哦 藍色一定要有 那你想要有一點點花俏 一樣是藍色 上面有一些星星的形狀 那種你穿短裙 或者是 甚至是你穿那種連身的洋裝 你可以搭一個 這樣的一個縮腿襪 其實會是變成造型的一部分 而且我覺得它的彈性 感覺很好耶 就是像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褲襪 就是緊到一個不行 這個又可以縮上 就是它感覺不會太緊 就很舒服 那種太緊 那躺在床上這樣穿 穿到會生氣 穿不上去有沒有 所以你知道這一系列 最特別就是它好穿脫 所以你就是一般就是 不用這樣子在家裡 跟它搏鬥有沒有 對啊 而且網路上就買得到 又價錢滿漂亮的 就是還滿大眾化的 你知道是 像剛剛這個全身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做生衣其實單價不高 很高 不是不高 很高 然後有的人還要去量身訂做 你做了隨便好幾萬塊 然後你瘦一點要再去改一下 胖一點要再去放一下 很麻煩 重點是要穿得住 有時候還真不太穿得住 不過兩位穿起來感覺如何 跟以前穿的縮生衣不太一樣 是 而且還滿好穿的 對 穿得住 對,穿得住 穿得住最重要 我是覺得它很透 而且因為我滿怕熱 尤其現在天氣都很熱 像以前我自己買的縮生衣 我穿不住 原因就是因為太熱 然後每次要穿 我覺得我一個人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我需要加熱的協助 因為要到那個點 還要撥到點 可是我剛剛自己是一個人 就可以完成這些動作 所以我覺得很好穿 然後很舒服 是 就一定要是那種舒服穿得住 不管你是多少錢 對 你有時候穿不住太貴 或太遠都不好 對 重點是其實有不同的選擇吧 所以現在女人其實還滿幸福的 對,真的 科技的進步 對啊 然後你們的心聲都聽到了 沒錯 對,然後現在天氣漸漸涼了 其實更穿得住 對 又達到修飾的效果 其實我也常常因為做節目 然後才會接觸到說 現在有這麼多新的東西 然後對我來講 或是看我們電視節目的朋友 你也可以對一個選擇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的光臨 來講分享最新的東西 也希望大家都能把身形雕塑得非常好 健康哦 又美麗哦 用一個小小的心機就可以了 沒錯 謝謝 謝謝